才打完高端的苏貞昌驚爆確診 前幾天跟他臉貼臉說話的徐國勇 突然傳出發燒 但說自己還快篩陰性 當初總統帶頭宣傳高端 如今再問大官誰打高端 大家閃得很急 聽說你的追加機是打高端 為什麼想要再打追加機 主委你的追加機是打高端嗎 我都打過 我都打過 我忘了 我忘了 有聲打就不錯了 蔡政府哀哄 當初為了護航高端狂擋BNT 陳時中還給自己打90分 民眾看到陳時中到市場敗票 以肚子氣 打疫苗又打四場 好好好 好什麼好 好個屁 你覺得他擋了多少疫苗 很多 不要講了 那現在這個高端 煩死了 我的女兒打了都不能出國 煩死了 你說高端嗎 對 高端 她去日本是不是 不要講了 討厭 討厭 他說他煩我90分耶 屁 那你覺得他只有幾分 留分 留分 討厭死了 他要封存多少年 30年 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kidding me 這是笑死人對不對 是把台北市民當白痴嗎 如果沒有什麼好隱藏的話 怕人家知道 那幹嘛要封存那麼久 又不是什麼外星人登陸到地球 然後你要封存30年 你不要笑死人了好不好 真是真倒楣 今天碰到他 害我買菜多花了10分鐘 從城市中都當初力挺高端的大官們 如今又如何面對百姓